日前 白宫表示会积极指导私人企业制作疫苗护照 纽约州也率先全美 推行数位应用程式 以QR码 精益求精通行码 证明持有者已经施打疫苗或检测为阴性 然而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 疫苗护照存在隐私问题 允许大型企业随时指导个人行踪 对此 纽约民众意见不一 这些是人们做的事 以保持其他人安全 我仍然想看疫苗的疫苗效果 我仍然想看疫苗的疫苗 我仍然想看疫苗的疫苗 如果你不想疫苗 大家都用社交媒体和所有的疫苗 他们可以从这些资料取得到 尽管白宫承诺会保障国民隐私 但已有一些州采取行动反对疫苗护照 密苏里州参议院日前提出法案禁止疫苗护照 表示没有实体应该要求个人出示证件证明接种疫苗 才能搭乘公共交通或使用服务 佛州州长德桑提斯近日也表示将采取行政措施 禁止疫苗护照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奥利福 明玉纽约报道